来 咱们先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李传勤 今年48岁 我来自安徽淮南 谢谢 好 来 先说说你的身体情况吧 是这样的 我是小时候 本来是很健康的 就是因为那个一岁半的时候 我母亲带我去上街买菜 就那个一次买菜回来就发高烧 然后就是到医院嘛 也查不出来病因 就是不停地哭 然后两条腿就这样蹲 当时呢 医疗条件有限吧 后来呢 我母亲就第二天吧 就发现一条腿怎么不动了 再过一天 这个腿 两条腿都不能动了 就是不可逆的 就是脊髓 灰质炎 终身残疾 所以后来身体原因 影响了你的学习吗 就是非常的幸运吧 学校里有一位女老师 她叫王德华 这位老师就是出于同情 就说这样吧 你把这个书本也领回家去 我可以就是说抽空 去辅导你功课 你要好好学习 就是可以说是 黑暗中亮起一盏灯吧 特别珍惜这个机会 我非常的感恩他 两年以后我才能够到学校 去读书 可以说他是我的恩人 后来我到学校读书以后吧 也是很多困难 不能够像小朋友那样 去正常上厕所 我就早晨不喝西粥不喝水 冬天的时候就会很冷 脚回家都是冻疮 就是我在学校上了六年学 这六年学呢 都是我的父亲 推着我每天来回八趟 很辛苦 到了那个高中的时候吧 我们那个教室就在楼上了 我父亲的身体 我也长大了呀 他没有办法再背我去上这个楼 当时我哥哥就跟我谈了一次话 就是非常严肃的 我当时说 我说哥你别说了 我能理解 这么多年 家里人为我已经付出很多了 我就在家里自学 没事的 我就又回到了自学的生活 我当时就是报那个汉语言文学 就是全国的高等教育自考 我是97年就大专毕业了 后来我又考了那个 就是教授资格证的那些考试 就是自学的同时吧 我就想了 将来一定不能成为我家人的负担 我一定要靠我自己 再难都没有关系 我就经常地从报纸上 就是看一些 什么什么培训呀 什么什么广告呀 我就去培训 我记得就是我参加一个 就是织毛衣 就是那种很笨拙的 用手动的那种织毛衣 学起来很吃力 别人都是站着织毛衣啊 我不行呀 我得坐着 别人一天呢 能织好几件毛衣 我呢是一件毛衣织好几天 实在是体力上是不行 我就去摆摊 看小书屋 也不太行 偶然间吧 因为我哥哥 他们的孩子 学习上都是我辅导的 就是还不错吧 然后他们的那个孩子 那个同学的家长就说 你姑姑给你搞得挺好呀 能不能辅导 辅导我们的孩子呀 一起吧 就这样我就 无形中就办起了一个辅导班 一直到今天 快二十年了 我曾经比较好的时候 我同时做过三个教学点 而且在不同的区域 我每个周末 我就带着轮椅干粱 我就 自己在路边打车 我先是从轮椅上 挪到这个副驾驶上 然后司机大哥 再把这个车给收好 然后为了省钱嘛 也不好 不愿意包车 我就打车 再转一个车 这样能便宜点 然后就这样第二天上完课 又到另外一个教学点 就这样来回折腾 平时还挺好的 就是特别怕下雨 下雨的时候 我下了车以后吧 我根本就不可能打伞了 我得这个手要转动轮椅 就淋着雨 就是我的生活 就是上课的时候有点艰难 就是我不是不能久坐嘛 我星期天要坐八个小时 然后我每天上课 我就带上一个织具 像铠甲一样 系上 这样我能坐得久一点 腰要轻松一点 有一次我在那个乡下办学的时候 就一开始 我是为了招生 就试听免费的 来了好多学生 而第二天呢 我发觉有个女生不来了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打听旁边的同学 原来这个小女生呢 她的母亲是聋哑人 父亲也有听力唱爱 不能来上学 可能就是学费的问题 放了学以后 我就坐了轮椅 我就主动上门了 我就跟她说 这个孩子可不可以交给我 我可以免费教她 我觉得 如果我本能把她给培养出来的话 这个孩子将来 他可以改变 个人的命运和家庭的命运 他父母很高兴 从那以后 这个孩子 他就跟我在一起了 孩子真的非常好 有时候我跟他头一天约好 我们家没有车 我老公有那个三轮车带着我 我们说去看他 带他出来吃个饭 中午就是课间 他就在门口 在那个墙壁上做题目 小孩真的很努力 现在这个孩子很好的 就是他考上了 我们安徽的那个 蹦步医学院 他是大三的学生了 你刚才说的你丈夫 对 你丈夫是你培训班的老师吗 不是 因为我喜欢写写小随笔 就是要感悟 在一个论坛上 然后我老公就喜欢看 看过了 他就喜欢跟我互动留言 后来就互加了QQ 我就觉得 因为我老公比我小四岁 而且他是在黑龙江 这么远 好像不太现实 一开始也没怎么聊 后来因为骑行 去了一趟西藏 他回来以后跟我说 我觉得 这个人还是蛮有毅力的 因为你骑着一个单车去西藏 也是蛮不容易的 然后话题又多了起来 你账户来了吗 来了 有请老公周宝金先生 来介绍一下自己 你们好 我叫周宝金 来自黑龙江省 你们现在是在哪里生活 是东北还是安徽 现在是在安徽淮南 他的老家 也就是说你从那儿来了这儿 是的 放弃了原来的生活和工作 对对对 对吧 你以前在东北是干嘛的 以前在东北自己办一个 也是一个小公司 公司都不办了 还得说我爱人的魅力大 我看到他写那些文章 那些文字特别有魅力 特别有文采 所以我想人要找自己另一半 必须是精神上是共同的 有共同语言 所以说我就跟他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内心判定自己 他就是我想找的另一半 你介意他的身体吗 因为我的亲人朋友都在东北 因为头几年的时候 我心里有苦恼 我说我怎么领我的爱人回去 怎么跟他们说呢 我们结婚的时候 就是他们家人 还有亲戚什么的 没有来一个 他心情那天非常的复杂 就是说不出来是结婚高兴吗 还是不高兴 所有东北的亲人一个都没有来 连一句祝福都没有 就是说那个时候心情特别复杂 现在非常可以理解 理解 现在呢 现在都过去了 我父母我年前都过来 都看我们生活都挺好 特别满意 我公公在我们怀南就待了两天半 还是三天对吧 对 我就跟他建立了非常好的感情 你怎么建立呢 我就想要给二老买点衣物呀什么的 我就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一个人悄悄地转着轮椅 到那个客厅 找我公公的鞋子 看看是多少码 然后也没找到尺子 就拿那个梳子量一下 然后第二天我记着那个印子 到那个鞋店去买鞋 其实也不是说花多钱的事 就是表示咱用心了对吧 然后我就 因为我公公是一个很善良 很慈祥的一个老人 是一个退伍老兵 我就跟他聊天沟通 我们爷俩聊得非常愉快 你那个梁鞋马那个事情 我都不知道 但是现在讲起来 感觉像故事一样 我都不相信 我都 他对你好吗 我老公对我真的非常好 当初他来的时候吧 我嫂子他们在背后就说 他是健全人 长得又不丑 在东北也不是找不到位相 能在华南过个一两年就不错了 就是背地这么说 我老公呢 每天 就是所有的家务 做饭呀 什么什么 即使他生病的时候 他都会爬起来给我做饭 我都说 你别起来了 我们叫个外卖吧 或者我出去买点回来 他就说 没关系没关系 咱过日子吧 就是 就是 怎么都坚持来给我们做饭呀 什么的 而且呢 每天去帮我打扫 那个教室 事无巨细吧 其实说到帮助这一点 我感觉他帮助我的要多一些 我说一件事情 几年前了 有一次我的身体不太舒服 我去上医院去检查 然后这个大夫说 做一个扫描CT 那意思还是不知道 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这个结果 当时完人听了之后 他背着我计划 把那个一个房子去卖了 说无论我这个病是什么 花多少钱 哪怕卖房子 也要把这个病够治好 那个房子 其实是我奋斗了十年 然后首付 还要按揭嘛 买的 就是我就觉得 当初吧 作为一个健全人 他能选择 我这样一个残疾人 做妻子 克服这么多的阻力 来到淮南 那我就 就得对得起他 就做人的本分 就是很幸运 我老公他在做 一开始做那个 评扫CT 医生说看不清 就是看不清 两个三个字 把我们吓坏了 然后我们又做了 那个增强CT 一检查 说只是一个 普通的血管流 没有问题 当时我觉得 真好呀 特别高兴 那你今天的心愿 我们先听一听 好不好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有一天和爱人 一起带着孩子 去支教 好 谢谢 是这样的 就是我跟我爱人 我们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有一天 我们可以贫困山区啊 或者是流水 爱童比较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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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